下星期退任惠德鋒職務後 只會做兩間公司首席顧問 市值超過2600億的上市旺國 將會由兒子吳忠權接手 蔣佩賢報讀 沖繩了 兩年前部署交棒 68歲的吳光正 星期五股東會後正式退下火線 我個人三十年前得到一個機會 就是這個已故鮑玉江爵士委任我 做九龍倉的常務董事 我想今年也是時間 吳忠權有一個機會 82年由他視為恩師的外府 船王鮑玉江首相接掌舊倉主席 時代廣場和海港城的重建 可以說是吳光正任內最矚目的業務發展 前期年代市場開始憧憬系內重組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有沒有市場 如果市場認為這樣有一個offer來 你都要為自己股東著想 怎樣認為是最適當的方法去做呢 現時本港地產業務由惠德鋒做主力 九仓一二年入股六成之後 也都加快拓展內地業務 在內地旅客消費轉入之際 好啊 你回答他 吳光正退居做公司首席顧問 上市王國將會逐步由兒子接手 至於私人的零售業務 蓮卡佛也早已由女兒負責 令人聯想到1994年 吳光正因為部署參選行政長官 辭去所有職務 2002年重新出任主席之後 都一再被問及是否會再參選 有沒有想過 你要我給Black and White Answer給你 沒有錯 沒有 行了 鹽北 好 感謝大家 時隔四年 答案會不會不同了 不光正日前 恐有地接受雜誌專訪 沒有提及自己的證圖 但只沒有人可以少看香港 回饋社會也很重要 會繼續資助非主流學校 幫助學生自我增值 有線電視記者 蔣沛言 回答 國務院早前提出要加快下條電訊收費之後 聯通和中電訊都表示 今天會公布新資費計劃 連同中電訊、中移動 三大電訊箱已經是推出各種優惠 天津聯通針對長期用戶推出優惠 用滿三年以上的客戶 最低可以用10元人民幣 購買原價100元的1G用戶 數據用量 天津移動就推出增值加送優惠 單次增值50元或以上 送百分之五的通話費 天津電訊也推出多款4G優惠買機套餐 舊用戶推薦買機也會獲得50元的貨幣回贈 華鼎控股股東計劃賣盤 股份金入伏牌 公司獲控股股東通知 可能出售股份給獨立第三方 雙方正是初步雙討交易 未有透露涉及多少股份 如果交易落實 控股權將會變動 目前大股東持有接近7成1的股權 雜城散業公布拆勢股份詳情 建議一拆25 而且在拆勢之後更改買單位 除了無所謂